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12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万维网 刊登了好几篇文章 讲到了川普和拜登啊 美国的政坛啊 那真是非常透明啊 两个人互相指责 都是不买对方的账啊 有点赌气的这个感觉啊 好在时候呢 一目了然 你不管使什么招数 旁观者不用费心去猜啊 不像中共的官场 表面假装团结 背后死半子啊 明争暗斗 人是这个也明争明斗啊 你看这个拜登非常有意思啊 拜登正式宣布 说全美成年人在5月1日前 接种疫苗啊 给大家看看这篇文章的 这个网上的截图啊 有图有真相 给大家看一看啊 就这篇文章 这非常有趣啊 拜登是很会笼络人心啊 这个11号晚上 发表了首次啊 上任以来全国电视讲话 讲就讲一个好事啊 给自己脸上贴近啊 正式宣布 全美所有18岁以上的成年人啊 要在5月1号之前 接种新冠疫苗 接种新冠疫苗 全世界范围最广 人数最多的 那就是美国了 当然美国是 这个过世的人也最多了啊 50多万啊 说这是各州 各个地方政府 这种努力的目标 要今年在74号前 要恢复正常生活啊 国庆日啊 你看这个目标很宏大呀 人们一天高兴坏了 因为什么 整天都关在家里隔离啊 人都变忧郁症了 真的 我都有点啊 这个 这个心理上有点这个 很这个很压抑啊 觉得每天 要不做这个节目 就做什么吧 是不是啊 包括那些在家里工作的人啊 没什么事情可做啊 这篇文章讲说 一年前 我们遭遇病毒的无声袭击 扩散不受控啊 都失去了一些东西 我知道这很难 我真心真心懂 拜登在新冠疫苗 4月约一周年之际 在白宫 东东 东听发表首度黄金时段也说 在我上任 第60天 我们实际上正朝着上亿次的疫苗 接种 施打目标 迈进的 你看 他把这成绩放在自己身上 只字不提川普啊 川普这边坐不住了 你看今天 另一篇文章 川普 据纽约邮报 10号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 周三表示 如果不是我 美国人很可能永远无法 接种新冠疫苗 你看有意思 两个人又顶上去 又顶上了 又扛上了 一个强调什么呢 一个是强调我接种 接种的好 速度快 范围广 一个是什么 没有我 你哪有一个接种 都有道理啊 两个人开始各讲各的话 那么川普怎么说呢 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希望大家记住 当他们接种新冠疫苗时 他括号当中还讲了一个敏感的话题啊 说是通常成为中国病毒 其实我认为拜登不要再用这个了 这个容易引起种族歧视 因为很多人分不清老外 分不清中国和中共啊 不像我们 是不是啊 就没有必要了 还是新冠就可以了 他说 你们五年内没法注射这种漂亮的疫苗 如果没有我 你们可能拿到这个疫苗 很可能根本就没有疫苗可送 他继续写道 我希望每个人记得 这个川普这一点就没有必要了 所以大家都记得 自己就不要讲了 拜登 那么拜登就 我刚才讲到了 拜登只是在新冠疫苗应对小组的一次高级顾问 一个高级顾问周三表示 美国四分之一的成年人 现在已经接种了第一针疫苗了 这确实了不起 一个大的工程啊 说拜登这个讲话没讲完吗 拜登暗示 美国很可能超过最初设下的目标 也就是上任一百天 完成了一亿次的疫苗接种 此外 他也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年人接种疫苗 这也包括教师 大众运输部门和成员等处群啊 未来可以加快大规模的施打疫苗的这个脚步啊 让学校能够安全开学 在我们战胜新冠疫苗之前 我不会受软啊 这一点加拿大远远不如美国啊 你看加拿大现在疫苗 我听说刚开始 现在才通知 这个过几天就开始接种我这个年龄端了啊 也就60岁到65岁的 这个到这个药房去啊 预约 我还没预约呢 你想预约 听说预约也挺麻烦啊 预约不上线让别人打吧 没有关系 不擦这几天啊 该活的都活了 不该活就拜拜了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嘛 对不对 你看这篇文章当中讲说 与此同时 拜登强调戴口罩的重要性 敦促所有美国人要继续戴口罩 不要松懈 如果因为不能保持警惕而让情况发生变化 我们可能不得不恢复限制措施 会为正轨啊 也就是说他号召每个人呢 还是防御 不要因为有疫苗就粗心大意了 其实这个口罩非常重要啊 出门就要戴 在这点上 拜登比川普做得好 川普很长的时间不愿意戴口罩 这个川普其实现在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失误 政治家都是这样 我发现正是死要面子活受碎 解决不成人 那么拜登这个事情在这边发生是自我摧血 这边呢 这篇报道讲 川普在1月6号国会山骚乱后 永久禁止使用推特了 现在他电子邮件声明 让人们想起他以前法国的推文 这位前总统在任职期间 经常在推特上责骂议员 发表官方声明 甚至宣传自己的政策 的确是川普这起特是推特之国 动不动在上面推 这边班子的人呢 还没研究他就开始推 他这一点使这个建制派这些人看不上他 一般来讲 在政府官员都应该事先开会 集思广义 大家都讨论好了 然后找一个发言人 轻易不出来讲话呀 那川普就大嘴巴讲啊 心情中人啊 说动不动得罪人了 心是好的 就是这个 这个豆腐嘴 刀子嘴 豆腐鞋 倒过来 你看他任期的期间 没有战争啊 你和习近平两个顶顶顶 顶到那个状况 也没有开打 实际他手里有很多利器 当时啊 那个 但是他这是说一说 其实心肠挺好的 拜登是什么 闷闷不放手 我跟你讲 干一下就狠的 绝对是狠角色 为什么呢 太有心机了 因为干这个公务员 干了47年啊 这个用个形容词不太文明啊 鸡蛋掉在油锅里 滑得不得了 是不是 所以中国现在感觉他 太难难对付 真的 你看他上车以来 这个藏得这么深啊 好像背后有人 这个左右似的啊 轻易不去发言 但是也发言 就讲错了 年纪太大了啊 讲话语无人次 我都觉得 讲一讲就忘了 你像我今天讲 这个某语诗和某语诗啊 差一点讲到了 有的时候感到很惭愧啊 你如果在私下聊天 错就错了 你在公共平台上 那多丢人呢 是不是 搞不好就关门了 是吧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 川普在任这期间呢 他曾经啊 被指责什么淡化 这疫情的影响 他在这方面 我认为 他当时果断的啊 中断了 这个对中国的旅游禁令 是对的 为了防止 但是你既然中断了 之前呢 就打个电话 先给习近平讲一下 最好 打电话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两个关系 他自称还是好朋友嘛 对不对 因为习近平 他邀请习近平到海湖庄园 习近平要他到故宫 这肯定习近平不应该到故宫 习近平应该到钓鱼台 他就好了 这个习近平不懂啊 因为他文化不行啊 那么 那么那个时候 我记得制裁宗兴 习近平打电话给求这个 川普 川普马上给面子 宗兴放一马了 都乐紧脖子了啊 这个放一马 那证明他两个关系 那时候不错 如果他旅游禁令 禁止之前 打招呼就好多了 这个这是一个 一个事情 另外呢 他没有全国都禁令 也就是你既然 中国的航班不能来 欧洲呢 结果就五百万武汉人 其中听说有一大部分人 就是到了很多人去 到全国全世界各地去了 他们去也不是 我认为不是什么 恶意 故意去祸祸祸人 也不是 他就是 你想吧 人都是这样 趋地避害 一看武汉除了事 感染怎么办 回自己 我跑吧 就跑了 为了跑 逃一条命 没有想到别人 因为人都是这样 我到了关键时刻 都是自私自利 结果呢 蔓延了全世界 这个 这个是习近平重大的事物 误判 但是现在 他是坚决不认账啊 其实这个事 当时按照我的建议啊 他就没有今天了 当时我记得 我和他讲 我当时也发表了这个节目 大家看啊 我说 这个四五万 这个义务人员 在武汉撤下了以后啊 选择这个自愿 就愿意上美国 海外去给人治病的啊 去这个参加防疫的啊 给多给一些奖励 鼓励他们来这边 这一来不就好了 来之前搞一个动员会 呃 讲一下这个 从武汉 这个流传出去的啊 就共同应对 那你当时和和川普 就不搞好关系了吗 对不对 人都是一句话嘛 你当时呃 拿的不是党理想 明明从那边 传出来的最坏 还说是美国 嫁回美国了 一个运动会 我记得有个女兵啊 那个女兵都不敢回家 当时 这个事情 历历在目啊 那么川普也有责任 就是大意义了 他自己就不戴口罩啊 很长时间不戴口罩 最后再戴 那当然他在防疫的问题上 还有这个生产这个呼吸机的问题啊 呃 他女性库士纳帮助他 做出了了不得的贡献 这老人家确实是还是很好的啊 但是有缺点 政治家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呢 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有有缺点 你看拜登只字不提这个川普 实际他可以川普提一下 就是过去上一季啊 在川普领导下发明了疫苗 这做得很好 我们在他基础上 现在推广现在我们推广的也很好 我们接纵也好 这不叫结合起立所一右啊 川普一听就不用自己站出来生气 是我的疫苗啊 赌气他就是我就不提你 我就说我他两个都有缺点 这政治家习近平川普 拜登都有缺点都可以批评啊 美国就好在这里 你批评他不能抓你 中国不行 习近平一批评就给你关到结局里去了 这不好是不是啊 我还是比较客观的 那么今天呢 还有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